那些拉鄉村音樂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一拉鄉村音樂 他們的琴就會變成這樣 接著就會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是他們的教法 如果你這樣太過像classical 就不對了 太過學院派 所以就要這樣的 還是他們習慣了呢 而且我看到鄉村音樂 他們的姿勢不用這麼正宗 就是因為他們只是用一把位拉 他們不會換把 你不會換把 那你其實可以 你會說我不知道 你的琴低一點就行 你不會怕有這個動來動去 影響那個音準 但你看到那個女生 手指是這樣 接著這裡也很緊 但她很快 然後我在想 其實拉琴只有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是甚麼呢 你如果知道弓是夠直的話 聲音出來就會好 不會近指板 不會近馬仔在中間的話 大概是90度 這樣就會好聽 第二樣是甚麼呢 你左手按得準那個音 換言之其實是左右手的協調 你左右手協調的話 就算你這樣 就算你用右手拉琴 吉卜賽人 Gypsy 他們其實是拉琴的天才 我見過一個伯伯 坐在街上 但他是怎樣拉琴呢 他是夾這裏 然後小提琴 他夾著這裏 但他這裏 不是很微有個親截 你說他是故意玩東西這樣做 還是因為甚麼呢 他絕對不正宗 這個感覺怎會舒服呢 這樣 我也不知道他又不是垂低又不是這樣 他是這樣 但你聽到他的音準全部都在那裏 亦都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你說姿勢 對 不對 有多重要呢 我們最初學琴 用一個正統一點的姿勢 可以讓我們容易一點 拉到出的效果 玩得少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犯錯 但是 因人而異 不是絕對 甚麼是絕對 你拉琴的時候 正宗和調言 你左手按對音準 或者節奏都是 你拉對節奏 拉對音準 你拉的地方是對的話 就可以了 但我不可以教人 你要緊張點拉 或者你要亂按 我也不可以這樣教人 但不要過份執著這件事 而忘記了最後出來的效果